不过如果在水战先遇上你 那我求嫁的可就不是太子了 而是刑部尚书 任大人 殿下对我刚才的表现满意吗 还不错 殿下真是肯定我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升上一级了 任安乐 你破获舞弊案有功 裴战要被免职 眼看着你马上就能取而代之 生正三品 又何苦在意区区未分啊 看来我跟殿下公事公办太久 殿下已经忘了我为何要来京了 我可是在金鸾殿上求聘 千里迢迢来赴约 我可都是因为仰慕殿下呀 任安乐 我见过你海战 也见过你处理公务 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殿下不相信我喜欢你 你不必拿我当皇子 你豪气云天聪明过人 也就只有那些肤浅之人 才会觉得你是真正的草包 洛大人 既然殿下肯陪我演完这场戏 他是不是把我当作亲近之人了 任大人 那我也陪你演完了这场戏 你猜猜 我是否把你当作亲近之人 你这个人生性比较冷淡 如果肯陪我的话 自然是把我当作亲近之人了 不过如果在水战先遇上你 那我求嫁的可就不是太子了 而是刑部尚书 任大人 骆大人容不得别人开这种玩笑 见谅 太子为何要替我道歉啊 骆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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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情朝野的钟叶猴 可是被狠狠打得一巴掌 是被我仁安乐打的 你就这么走了 不给我开个庆功宴啊 你是怎么跟这种人相处的呀 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的 骆大人一开始便与别人不同 当年紫园入侵 骆明熙作为侍卫 陪同一起 只可惜眼下这偌大的京城 也就只有我和他 还能聊聊故人 聊故人 这种事太子殿下都能跟我说了 是不是说明我们又亲近了一些呢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是不是离这里也近了些 然而 这 你到底是 到底什么 太子殿下 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这黄大人真是没有眼力气 真是 太子殿下刚刚想说什么 我们继续 你什么时候和黄大人前往的 是吗 殿下明日陪安乐去临香楼 我再告诉你 这西山白鹿真不错 也就只有你洛大人 还有贤卿雅致在此品尝啊 如今太子殿下身边多了个得力助手 我自然可以稳坐台山 你与他倒十分熟悉 殿下如此在意此事 是因为他还是因为我 我只是意外 这任安乐同你初次见面 竟能得你亲眼 殿下有话 不妨直说 帮个忙 好 调查一下任安乐 殿下的意思是 不信任任安乐所求 真是太子妃之位 任安乐有勇有谋 一个太子妃之位 不值得他在科举案中 如此大费周周 好啊 那我便替殿下寻一个答案